我们现在最近这两百年 接受西洋教育概念 从小就光学多文 你看幼稚园的小孩 他每天学多少功课 五六门 这小孩很聪明 什么都会 又会唱歌 又会跳舞 又会弹琴 又会画画 多才多艺 一样都不尽 这西方人给你 中国人给你 跟着想法 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从小念书 也叫你念一本 没叫你那么多 一门深入 他能得定 他心清净 清净到一丁的时候 他开始智慧 智慧开了之后 才叫你光学多文 为什么 你有根本志 光学多文是成就后的志 根本志 根本志是什么 根本志是清净心 清净心 照见外面 你才看到真相 不一样 外国人没有根本志 他也不懂得根本志 我们老祖宗 有智慧 很久很久之前 他们就知道 老祖宗的智慧 绝不在我们之下 我们跟他比 还差很远 科学技术 你敢说他不懂吗 他为什么不搞科学技术 搞科学技术 地球早就毁掉了 那你还等到现在 科学到最后 就是毁灭世界 古老的传说里面 不是说 欧洲那一块 亚特兰提斯 就是科学发展 到一定的程度 整个大地 沉到海洋里面去了 这些原因 我们也是在最近几年 才舞蹈 经上讲贪嗔之三度 讲得多 将怀疑 讲得少 大地会陷在海里 那个业因 就是怀疑 对自己怀疑 对祖宗怀疑 对神仙怀疑 对老师怀疑 样样的怀疑 疑心 对自己来说 免疫系统毁掉了 对应外面居住的环境 的山崩地陷 信心 能帮助山河大地坚固 怀疑帮助它松散 我们在今天上 明白了这个道理 谢谢大家